有很多街坊說 為何一個女生找到這間店 這裡很安靜 開車我都繞幾個新鮮人 如果說比較安靜 我要怎樣去吸引人 再加上店就沒有裝得那麼高檔 沒有讓人知道 這個好像走路式的 不夠等人來 我就特意幫這門訂了 我也取消它 特意把膠片調在門口 讓它脫掉一點 來自浙江的朱家文 一年前在土瓜環開小菜館 由於位置很偏僻 所以他花了不少心思 我第一次撿回來是菜式 你們可以吸引人來吃 這裡沒有街客 全部靠我的熟客和朋友介紹 我就要不停有新菜 好像這碟菜一樣 將蝴蝶腩浸上 由三十多種香料製作的醬汁 吹乾之後再炸 同樣拿來送走的還有這一碟 就是以新鮮的豬手製作的菜式 同樣香口 何況我是一個女生 廚房會想到 可能有些事情 她覺得你不是做飲食 會有些膚險 但我會上網搜到很多資料 沒有給她的 隨便應付我就可以 賣相 除了讓顧客享受到很開心之外 你還可以幫自己做到宣傳 現在人們最喜歡拿手機 先拍照 先拍照 不先拍照 一定要拿手機 所以我覺得賣相也很重要 這裏有很多 我們很多時候沒有菜單 全部是 當作試好但可以就買 很少要到這麼急速的新菜 是這裏特別 這裏 入廚二十多年的偉哥 曾經在越南等地工作 以做私房菜為主 他說平日會花多十分鐘去砌盤 但這樣會否影響味道 就花時間準備功夫 先砌好碟 最後的步驟 一做好就出 就像這碟菜一樣 用了泰國有機金筍仔和露筍 先蒸熟 上菜之前再淋上豬骨湯 有時客人會覺得 有時等菜等了這麼久 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步驟 其實多於一般的酒樓 變得有時出菜會慢了一點 部分菜式需要時間準備 想吃最好提早預訂